大家好 我是娜娜 现在是早上11点钟 我约了发型师去剪头发 我的头发长了 然后头顶的颜色也要再补一下 今天是要收获的 因为我买了很多动制品的东西回来 刚好他约的是今天送过来 但是我这个发型师我约了两个礼拜 也是今天 所以我让我儿子在家帮我收获 去楼下拿 他不送上家里来 要去楼下拿 30块 够买麦当劳吗 我打算染一下颜色 头顶这里有黑色 我怎么感觉是金黄色的 好像鸡蛋的颜色 这是一个私人会手 会不会是我想要的颜色 我先把鸡蛋的颜色 我切完整个颜色 再切完整个颜色 可以让我切完整个颜色 颜色会更美好多了 然后买了这些配料 这个是做牛腩 你知道怎么想一出试一出的 开始我不是打算煮这个的 然后买了这个 然后买了这个 然后看看可以买这个 然后不熟悉 这个就煮完那个 没有肥牛不好吃 哇你太厉害了 好我们的厨房就交给你了 我还说我早点回来煮饭的 我去铜锣湾做的 做成港币1380 剪头发 染头发 挑染 就是有点短 因为我的头发都坏死了 所以有点剪短 看一下 后面是这样的 我反正很喜欢 我自己反正很喜欢的 好看吗老公 我老公说好好看 我也觉得好看 我最意外的是 我老公居然要做冒菜给我吃 他从来没有做过 我刚才问他 我说你会做吗 他说不会 但是上次见我做过 他说应该可以 那我今天就不管了 本来是要回来煮饭的 现在他煮 我就等吃 哎呀好开心哦 哦大饭了 我饿了 我去做头发回来饿了 我要先吃了 我老公再这样子发展下去 以后回老家生活没问题了 以后回老家绝对没问题的 味道刚刚好 我老公他们吃油麦菜 琉楠 太幸福了 对不对呀